哈囉 大家好 我是諾斯 下期就在最近 大家都已經有玩NBA 2K25已經一段時間了 那麼首次登用PC吃吃袋版本的2K25 有許多人也有些適應上的問題 也有許多人一直都好奇 這幾年諾斯一直在玩的買NBA技能模式 到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以及要怎麼樣才能隨心隨意的轉玩買NBA 那如果未來你們的朋友問你們 欸 買NBA到底要怎樣玩呢 那你可以把這支影片貼給你的朋友 喜歡這支影片可以幫助大家 那麼在影片開始之前請幫我按下訂閱按鈕 並且按下小鈴鐺才能觀看我們最新的NBA 2K影片喔 那麼這絕對是本頻道最常被人問的問題 那也就是諾斯的藍球時光機會使用到的技巧 這次除了魔鳥紀元、飛人紀元、曼巴紀元、霸龍紀元之外 這次還新增了1617賽季的頂軸紀元 那除了這個年代之外 各位還可以到買NBA技能模式的介面之中 來到2K分享裡面的2K分享模式 各位就可以透過這個模式去選擇自己想要的年代 不過現在因為2K25才剛剛發售 很多名單還沒有製作完成 不過我們依舊可以使用關鍵字 來尋找一些玩家所製作的名單 那比方說今年因為Android葛達拉沒有版權了 所以我這邊希望可以找到一個修復球員的名單 那這裡的話我們就可以先到荊州紀元 然後這裡去選擇自訂陣容 那這裡的話就會有一些相關的陣容 可以去看一下 比如說他這邊有說我把所有的球員都給修復好了 那我們來看看荊州勇士隊這邊的話 有沒有Android葛達拉 欸有的 整個角色的能力呢 做的也還是滿還原的 比方說John Waw這邊也有做回來 以及我們的Black Griffin 但各位請不要問諾斯要選哪個名單才對的 因為2K分享是玩家們自己做的 沒有所謂的對錯之分 那未來諾斯如果製作了籃球時光器 那會特別注意的是哪個作者的名單 在這邊會更方便給我去尋找喔 那關於這點的話 我個人認為這是2K次第一個老Bug了 不過如果你是王朝的老玩家的話 你就會知道新秀一選來 就是可以做向下交易這件事情的 我們這邊舉個例子 我暴龍隊拿下第28順位 然後我們就來到NBA選秀 我們在這個地方選下一個Chris Boucher 選下來對不對 好接著的話我們就可以直接把他拿去做交易了 這個其實在之前的話是不能這樣做的 是因為一個不知道為什麼的一個老Bug 這個Bug呢 終於在今年是做一個修復啦 因為這也是NBA當中的話 時常會發生的事情 那比方說近幾年比較著名的 就是我們的Trayon跟LucaDunji那個交易 那這件事情終於在今年修復了 你就不會有硬要選下一個 你不想要求人的情況 那這個的話我就直接把他交易成Jokey Noah 那就會增加我們內心的擠戰力啦 那麼在新秀的前緣結束之後 我們就來到自由市場跟交易市場了 那各位可以先去我們接待辦公室 財務裡面的薪資貌分析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看一下 你目前球隊所分布的一些薪資狀況 那麼就可以了解一下 今年在自由市場裡面可以運用的薪資 如果你現在薪資空間已經來到複數的話 那你就只能簽一個中場 或者是只能簽一些底薪球員 那除非你的球隊是像雷霆或是勇士隊這樣 所有的球員都是自己選秀來的 否則當你的薪資上限到了 你完全沒有任何補強的機會 除非你認為自己的陣容足以奪冠 否則就可以在修愛技 交易掉一些佔據你薪資的球員 我這邊的話就把Devaron Carroll 以及Jokey Noah兩個球員把拿來做交易 我交易來兩個底薪球員的話 我們這邊就可以把薪資整個騰出來 那目前薪資貌空間的話 只剩下-1500萬 那我這裡再把Jonas Valanchunas 以及Cory Joseph交易掉 這裡換成Torren Prince 然後還有一個18年的選用權 那這樣子我們的薪資空間就會變成正數 那麼在自由上你就可以邀到一個薪資要價更高的球員 比方說像是Tekadu Jr. 或是Kavitas Kowalpo等等的球員 那除此之外 在簽約的時候 球員最低報價的興趣度是85% 那如果再低於這85%的話 是沒有任何興趣的 我們這邊的話就舉個例子 比方說像Dion Wight 有人報價是78% 那就沒有任何機會 所以我們這裡的話就給他報一個 比方說996萬 這個他可能興趣度就不大 我們看一下 差了那麼一點點 對這邊是85%對不對 我們給他報到1000萬 我現在1000萬就有機會了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我們的那個關注量表 然後我們再測試一次 這樣的話 一樣是85% 但是呢這裡就有一點機會了 所以他就會直接願意加盟到我們球隊之中 那這邊的話你也可以透過 跟人家簽下一個不可交易條款 來增加他的一些興趣 大家可以用更低的價格 然後來跟你做一個簽約 這是可以考慮的一個方案 但這邊建議球員至少要簽三年 這樣未來就可以持有這個球員的大鳥拳 讓自己可以突破薪資上限 並且把他簽約下來 那這邊舉個例子 先簽約的權利 那如果母隊沒有報價 那這個球員就會進入到自由上海面 那如果對這個球員非常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優先報價把他給留下來 那這裡以快靈兜為例 我們這邊的話就可以優先把我們的 Chris Paul給一個頂星續約回來 那這樣他就不會投入到自由上海面 被火箭隊給簽下來啦 那麼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東西叫做自製報價 那就是星秀合約結束中 你可以優先跟這個球員做一個報價 那這裡的話我們就舉例一個Ella Slam 那麼在交易保護期之中的話 我們就可以優先跟這個球員做續約 比方說這邊我們就簽個大概500萬左右 那這裡的話我們就提前跟他做個續約 那如果今天你對這個球員沒有任何興趣的話 你就可以到薪資額度這邊 把這個球員的薪資額度給直接去掉 那這樣你就可以立即清除這個球員的薪資額度 那就可以拿這些拳的話 去簽約其他球員 比方說像是PombeoSlam 薪資的空間一騰出來 你就可以給他報一個頂星合約 那我認為在交易市場 絕對是買NBA裡面最好玩的一個部分 那至於要如何決策呢 就是這個遊戲很挺無畏啦 那各位交易的時候 應該要遇到一些球員 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不可能交易的情況發生 比方說我就拿我們的 Lebron James 做我們的這個交易核心 那這裡我想要Kevin多瑞跟你交易 那這邊他就會說一個 我們認為Lebron James是不可交易的球員 除非我們腦子進水了 否則我不可能去交易他們 在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你的交易難度會大幅提升 我們這邊的話就可以到設定 然後球隊選項 我們就可以去到克里芬奇隊這邊 把Lebron James放到交易名單之中 那這邊的話就從腦袋進水 變成一無所獲 那交易成功機會的話就會大幅提升 那如果你還是覺得太難的話 我們這邊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一樣到這個球隊選項這邊 選擇克里芬奇隊 然後去到球團這邊 把球隊的狀態從爭腕中改成了兜塑中 那麼這樣克里芬奇隊會大量渴望一些選秀權 那我們這裡的話就把選秀權全部交給他們 他們就會比較有機會願意做這筆交易案 OK 這裡的話就直接同意了 我們就可以擁有Steven Corey 可以他們是Lebron James Jerman Green的一個陣容 在現實當中有許多的球隊可能會為了組成超級球隊而自願僵心 但是在2K裡面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那這裡就要去到所有向這個球隊的球隊 把他們的報價降的全部都秉低 比方說現在的飛翔七人隊是報價4年1.49億 那其實勇士隊的報價也是一樣的 選擇他的球隊 並且把他的報價報的比我還要低 勇士隊就可以100%把這個球隊拿下來 不過我認為這個方法有點過於不道德 而且沒有挑戰性 所以不太建議各位使用這樣的技巧 那如果各位有關注最近的Bronin James 這樣子會往下的模式 一定會很好奇弱斯是怎麼把視角鎖定在我們Bronin James的身上 那其實也很簡單 只要在設定裡面的這個位置這邊 就選擇自己想要遊玩的球員即可 比方說這邊的話我就鎖定在Steven Corey的身上 那當我們進入到比賽之中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操作Steven Corey來進行這個操作 那這樣子就真的非常有自己在玩這個My Curry的一個感覺囉 好那如果各位想要兩支球隊自習摸你的話 各位可以到進入比賽之中的時候 選擇在這個選邊這邊 將操作選到中間 那這裡的話就可以讓兩支球隊自行模擬 到時候各位的話就可以看看 有沒有比較寫實一點的一個模擬難度 這樣看起來會更加真實一些喔 那以下就是買NBA紀元模式的一些常見問題啦 那希望藉由這個機會可以讓更多加入到PC版的新玩家 更加快速融入到次世代的王朝模式之中 那並且如果你的朋友們有類似這樣的疑問 記得把我的影片分享給他們 以這段影片獻給所有熱愛紀元模式的你們 那如果各位還有相關問題的話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進行留言 那麼我是諾斯 我們今天下部影片再見囉 各位掰掰